10月14日,在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围绕近期公布的台湾间谍案进行了回应。 朱凤莲介绍,近期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开展迅雷2020专项行动,依法打击民进党当局及其间谍情报机关针对大陆的情报渗透破坏活动。 大陆有关司法机关严格依法侦查起诉审理相关案件,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侦查机关已经按规定将涉案人员关押地点等情况通知了家属,并且为涉案人员聘请了律师。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有记者提问,这次大陆通报的间谍案涉及一些学者,既有蓝营的也有绿营的。 另外,民进党也想要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两岸学术交流进行严控盘查,这让学者产生恐惧,对两岸学术交流是否会雪上加霜。 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是站在两岸广大同胞的对立面,纵容少数台独分子,而大陆则是为维护两岸同胞的合法权益。 一方面,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就是大家看到的涉及到这个间谍案的这些人,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是为了维护两岸正常的交往秩序,是为了维护两岸同胞的合法权益。 这次公布的相关的台湾间谍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另一方面,对于绝大多数的台湾同胞,对于参与两岸正常交流活动的台湾同胞,我们都是视之为我们的骨肉兄弟。 我们始终都是希望为大家做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坚定地维护,并且不断地维护,增进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一起来实现,希望实现更大更好的发展。 朱丰莲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斜扬自重,加强与外部反华势力勾连,频频制造事端,大搞台独分裂活动,严重危害两岸和平和台海局势稳定,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台湾有关方面,应当顺应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不要做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